嗨嗨,欢迎回来惊喜五分钟 没错,今天要回顾的就是风靡全球的宫廷剧 后宫甄嬛传 它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神秘的地方 此境城,让我们一起探索无间你可能不知道的小趣事吧 在开始之前,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或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呜呜,后宫甄嬛传,竟然没有厕所 你敢相信,明清时期,皇宫里竟然没有厕所 皇帝还妃子方便时其实都是用便盆哦 大殿的衣角会用布连或屏风隔开 是专门为了皇亲国妻方便之用的 便盆和马桶上都有盖子 并且里面会再放一些碳灰,草木灰还有香料 有点复杂的味道,放置便盆的地方叫做禁房 会分布在皇宫内的各个角落 厕所上完之后,会再被倒进宫筒 每天都会有专门的太监去处理 最后再由犯犯罪的太监们定期将粪便运出宫外 所以只进城内的宫中应该绝无异味罢 是,其实没有冷宫 剧中,丽萍在被下风之后被打入冷宫 但事实上,根据历史记载 明清两朝的皇宫里其实没有一座写着冷宫的宫殿哦 那是不是说明根本没有冷宫呢? 冷宫其实是专止安置私宠后妃的地方 当妃子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皇帝会命人把不受宠的妃子分别安置在一些年久失修 阴冷朝室的宫殿 另一种说法则是冷宫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址 只要是住者不受宠的嫔妃或者皇子的地方 都会被称为冷宫 三,什么,斯基地震也不怕 只进城自创建以来 经历了超过200多次的地震 其中还包括20世纪最恐怖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短短23秒内 就夺走了24万人宝贵的生命 摧毁了整座唐山 相隔150公里左右的北京同样镇感强烈 不少房屋崩裂倒塌的同时 故宫却毫发无损,始终屹立不倒 中国科学家为了一探究竟 专门造了一座1比5的直径层模型 然后进行地震模拟测试 在阵度高达10级的地震模型中 直径层的摇摆幅度尽管变大 里面的砖块也开始被零星震弱 但是框架却始终屹立不倒 最终得出了一个今年的结论 原来呀,因为直径层的顶梁柱并未深埋地底 如同大树与地下不杂根 能够确保房屋整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而不至于出现柱子突然断裂的情况 另外,支撑屋顶的斗拱结构灵巧复杂 不用钉子也不用任何粘合剂 能承重与建筑物整体紧密结合 承重的房顶作为总体平衡的力量 使得零件之间互相借力 彼此消解的同时又能稳固相应 这,就是故功能挺过地震的秘密 啊,井水不能喝 你可能听说过 紫禁城的所有人竟然都不喝井水 其实最初大家都会喝啦 但渐渐皇宫里越来越多权力斗争 有人开始动了坏心眼 在井里下药,甚至投毒 让不小心喝下的人不是得病 就是没了生育能力 不仅如此,明朝时期也出现 有嫔妃因为不堪长期受辱 含恨吞下珍珠头井自杀 常有人在半夜看到鬼魂出现游荡 让人不敢接近 而慈禧太后也曾因为不满真妃 在八国联军入侵前 命人把真妃推进古井里 该口井因此被命真妃井 至今在紫禁城内还可以三观哦 水井成了杀人工具 里面不是有吃水就是有毒物残留 也有人让我喝了晦气 所以久而久之就没人敢喝了 一,后宫甄嬛传 新者库不等于换衣局哦 新者库和换衣局 都是追攻停聚的粉丝们 时常听到的地点 首先,新者库 是八旗之下的一个奇人组织 也是一种包衣组织 而非专门监管罪流的机构 新者库内的人分为原有的新者库人 还因为犯罪而被送来新者库的人 所以并非都是戴罪之人 他们专门从事直径城内 或皇宫府地等地区的苦差史 像是清扫道路 产买杂物 商店除草及看守陵墓等 至于换衣局呢 受罚而被贬择的人 也可能被贬着换衣局 所以常让人把新者库和换衣局搞混 事实上这两个是不同的哦 换衣局这十四衙门中 唯一不在皇城中的宦官机构 由由内务府的工人充认 专帮工内皇亲国妻提供洗衣服务 按照名词记载的说法 除了管理的长印太监外 在这里的人分两种 一是年老的工女 被安置在这里静候余生 另外一种就是不受宠的嫔妃 或者醉成的妻女哦 以上五点就是我们精心统整的 只进攻大小事 如果你也喜欢任何关于 甄嬛传的大小事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惊奇五分钟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